漫谈漫画 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 要确切地显示了世界或人物的姿态 也就是精神 漫画是一名 那漫并不是中国旧日的文人学士之所谓漫题漫书的漫 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 一回而就的 但因为发芽于诚实的心 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 这一种画在中国的过去的绘画里很少见 白丑图或三十六升粉朵图 竖己尽之 可惜的是不过戏文里的丑角的魔血 罗两峰的鬼去图当不得已是 或者也就算进去吧 但他又太离开了人间 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 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 但又不是胡闹 无缘无故地将所攻击或暴露的对象化作一头驴 恰如拍马家将所拍的对象做成一个神一样 是毫没有效果的 假如那对象 其实并无驴气息或神气息 然而如果真有些驴气息 那就糟了 从此之后越看越像 比读一本做的很厚的传记还明白 关于事件的漫画也一样 所以漫画虽然有夸张 却还是要诚实 烟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 但烟山究竟有雪花 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 使我们立刻知道烟山原来有这么冷 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 那可就变成笑话了 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 那么说是扩大也可以的 扩大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 固然使漫画容易显出效果来 但扩大了并非特点之处 却更容易显出效果 矮而胖的 瘦而长的 他本身就有漫画像了 再给他秃头近视眼 画得再矮而胖些 瘦而长些 总可以使读者发笑 但一位白净苗条的美人 就很不容易设法 有些漫画家画作一个独楼或狐狸之类 却不过是在报告自己的低能 有些漫画家却不用这呆法子 他用扩大镜照了他露出的擦粉的臂膊 看出他皮肤的褶皱 看见了这些褶皱中间的粉和泥的黑白化 这么一来 漫画稿子就成功了 然而这是真实 躺不信 大家或自己也用扩大镜去照照去 于是他也只好承认这真实 躺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衣桶 因为真实 所以也有力 但这种漫画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 我记得去年就有一位文学家说过 他最讨厌论人用显微镜 欧洲先前也并不两样 漫画虽然是暴露讽刺 甚而至于是攻击的 但因为读者多是上等的哑人 所以漫画家的笔锋的所向 往往旨在那些无权无勇的无告者 用他们的可笑 称出哑人们的完全和高尚来 以分得一支雪茄的生意 像西班牙的歌亚和法国的脱米埃 那样的漫画家 到底还是不可多得的 2月28日 本篇最初印入小品文和漫画艺术 突然永远好 本篇都 pengu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